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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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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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莫多佛 尊贵重要 智慧能力 都贵三条鸯 都贵必三条鸯 直到天使将美无弃 今功 何 could 何 could 自自身 何 could 为君王 Y estado 198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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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救主的爱恋 他赐我神灵阳光 照亮我的心天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中央 我从罪都喜今间 为靠耶稣保全 Near the cross O Lamb of God Bring a stand before me Help me walk from day to day When its shadow burn me In the cross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heaven Till my wretched soul shall find Rest beyond the big hand 静静灯后十佳千 唐望星星佳天 直到宗万世俗成 天下永相安门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我从罪都喜今间 为靠耶稣保全 A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res my soul in the clear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res my soul in the clear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the dry thirsty land He hires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奇妙的救助 救世耶稣我主 他将我的宗当落去 扶持把手握 是我不知拥有 他赐我力量及所需 他藏我灵魂 他藏我灵魂 在盼世和血里 足甲壳之地的隐蔽 他藏我生命 在祂的嘴里 用祂全能手来扶持 Yong touch and the soul of the future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ds And fear when His fullness defy I sing in my redemption Oh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weakness as mine It hires my soul in the clear of the rock That shadow surges That shadow surges Thirty land It hires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他 creo的是神оп What He want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And his hands bri�聖拥 televisión Oh glory to be with His hands 奇妙救助 祂藏我灵魂 在盼世都协力 做干壳之地的音笔 祂藏我生命 在祂的爱里 用祂牵人手来扶持 用祂牵人手来扶持 宇宙万物奇妙 荣耀归于真神 你手所造的世界 祂藏我灵魂 祂藏我灵魂 天地白河花绽放 天空飞鸟自由飞翔 每日清晨它自下 阳光与水去游 宇宙万物奇妙 荣耀归于真神 你手所造的世界 不尝能悔悼 伴早江上的树木 奔阳平原何流 我愿西洋的名古墙 不可活在天空 冬天寒来风雪 那夏日的阳光 春天末中秋天入首 全都是主上司 宇宙万物凄凉 荣耀为真神 你说创造的世界 我祝福的人为他 尽不观看神创造 我要永不可赠美他 祝福神恩能为他 一切尽了道路 宇宙万物凄凉 荣耀归于人生 全能充满在万有 全能充满在万有 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 为人为什么跌倒 圣经最宝贵的地方之一是 没有隐藏人的转作与失败 相反的圣经将真的犯罪堕落都记录下来也披露出来为显明神的怜悯与拯救也为后人留下警戒跟劝勉 以下我们就要看圣经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如何在树林上跌倒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撒摩尔记三二十七章一到二节 经文中我们看到大卫在惧怕中急忙投奔以色列人的行动 大卫的行动叫人大吃一惊 因为菲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菲利士人也是大卫的敌人 大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样的决定又如何影响他呢? 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卫做这样决定的背景 自从大卫战胜哥利亚 扫罗就一直的嫉妒着他 扫罗知道大卫有一天会超越他 扫罗知道大卫会登上以色列的宝座 扫罗开始终着寻所大卫的生命 大卫因此在旷野漂流了很多的年日 大卫的思想不能平静 心里也非常的危难 一个方面大卫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 因为神曾借着撒姆尔对他说 神已经拣选你 神已经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 大卫知道神既然这样应许 扫罗绝对没有办法伤害他 因为神的能力跟保守胜过扫罗的恶念跟攻击 另一个方面大卫因眼前的困境十分的担忧 第一大卫没有办法改变扫罗对他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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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非将他除灭总不罢休 而要逃避扫罗的追杀也越来越困难 因为扫罗对大卫几个长生之处 辽作执掌 第二到目前已经有超过六百个人跟随着大卫 大卫每天要安顿六百个跟随子和他们家俊的饮食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扫罗在人力资源上绝对占优势 时间久了大卫非常难以坚持下去 第三大卫不肯伤害扫罗 虽然有好几次的机会大卫可以将扫罗杀掉将事情了结 但是大卫不肯这样做因为扫罗是神的受高指 这些因素使得大卫非常地困扰 他的前途非常地灰暗 有好几次大卫离死不过一步 他因此想与其死在扫罗的手中不足投奔仇敌菲利士人去吧 但是大卫投奔仇敌菲利士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决定使他跌进深坑的底部 我们讲信息的第二部分导致大卫做出错误决定的因素 大卫所经历的我们都经历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 第一大卫心里充满着惧怕 他说我知道总有一天扫罗会将我杀死 这是因为惧怕说出来的话 大卫原来是个大有信心的人 他曾经听到哥利亚向耶和华的军队骂政 就去对王扫罗说我去跟哥利亚争战 王说你是个少年人 只能够与一个勇猛的将士面对面的搏斗呢 大卫充满信心地说 我仆人曾打死狮子跟熊 耶和华如此拯救我脱离熊跟狮子的爪 你救我脱离这未受割离的菲利士人 大卫充满信心地说 大卫果真出去迎战 哥利亚看到大卫说 今天我必将你切成碎块给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吃 大卫回答说 大卫回答说 你来攻击我是用刀将铜祭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君子耶和华的名 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 我必打败你和你的全军 听大卫说的话 他做的事他显然是一个勇敢的人 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但是经过了长期的压力逃难大卫的信心开始出现裂痕 他的勇气渐渐地消散 他变得非常惧怕说 有一天我总必死在扫罗的手里 弟兄姐妹 人在危机中不是被信心充满 就是被惧怕占据 信心跟惧怕两者不能相容不能同时存在 人在信心坚定的时候困难不足使他心智摇动 但是信心转座的时候连战力也觉得难 那么什么是使人变得有信心呢 答案是倚靠神相信神的应许 四篇五十六篇十一节说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 但是如果你忘记神的应许 惧怕必如同实体抓住你 第二个因素 大卫没有寻求神的带领 圣经说大卫心里说 我道不足去投奔非利士人去 这里我们没有看到大卫有阳望神的愿望 也没有看到他有寻求神的行动 这跟大卫平常做事的方法非常的不一样 以前大卫凡事祷告 他会到基督那里去 或到先知那里去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看到大卫自己祷告是面面俱到的 他说耶和华亚我可以出去打仗吗 你将敌人交在我的手里吗 我应该如何打这场战争呢 这事情的结局又逐何呢 耶和华亚求你向仆人显明 但是大卫这次做决定 没有祷告 没有寻求神的帮助 大卫只凭着自己的知识 依靠自己的直觉 动起自己的计谋 使用自己的方法 他的目标是逃离扫罗的势力范围越快越快越好 弟兄姐妹 我发现魔鬼吹逼人 总没有给人思想跟考虑的余地 brothers and sisters I find that when the devil urges people he never gives them room for thoughts or consideration 魔鬼对人说 不要想现在就行动 the devil always said to the people don't think just act now 这是很可怕的 也是注定失败的前奏 now this is horrible it is also a prelude to failure 但愿我们在这里受警戒 may we be alert here 当你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的时候 要小心 at the moment when you are most impatient be careful 你觉得非行动不可的时候 要小心 when you feel that you must take action be careful 在这个时候 你越要仰望神 直到神向你显明前面的道路 at this time the more you must look to God until he shows you the way 你如果没有明白神的旨意 贸然行动 你会遭引不堪思想的后果 if you do not understand God's will and act rashly you will incurred unimaginable consequences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 大卫跑到仇敌的阵营去了 now let's consider the third aspect David reigned to the enemy's camp 圣经说 于是大卫起身 和跟随他的六百人 投奔加特王亚籍去了 the bible says so David and the six hundred men with him left and went over to Achish son of Malch king of Gath 表面上看 大卫这个决定 使他的跟随子 确越不已 因为他们停止了逃亡 流亡的生活 他们得到临时的保障 on the surface David's decision made his followers rejoice because they were ending their exile they were receiving temporary security 或者有人赞美大卫说 大卫做这样的决定 的确有机会 很有智慧 有好结果 第四节说 当扫罗听到 大卫逃往 非利式人的阵营 就不追赶他了 但是大卫跑到 敌人的阵营去 并不是智慧 but it was not wise for David to run to the enemy's camp 旧约圣经 有一个平行的例子 就是先知约拿 there is a parallel in the altism with the prophet Jonah 神呼召他 往尼尼围城 去传 悔改的信息 约拿却不顺服神 往他失去 God called Jonah to go to Nineveh to preach the message of repentance but Jonah disobeyed God and went to Tarshish 他是要到约帕 刚好有一艘船 要往他是去 when he went down to Joppa there happened to be a ship going to Tarshish 约拿又刚刚 有足够的钱 可以去买这个船票 And Jonah just had enough money to buy a ticket 约拿心中 暗暗自喜说 可能神喜悦 我这样做 不然为什么 会如此顺利呢 Jona we joyce in his heart and said maybe God is pleased with what I do otherwise why would it go so smoothly 世界哪有 这么碰巧的事呢 How can there be 但是亨通的道路 不一定是正路 But a seemingly prosperous path is not necessarily the right path 表面的圣境 不一定是 神带领的凭据 Apparent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re not necessarily evidence of God's guidance 善事的安逸 不一定是 出于神的安排 Temporary comfort is not necessarily God's arrangement 大卫当时 就是这样 David's situation was like that at that time 为了停止 流亡的生活 to stop living as a fugitive 为了使到 扫罗放弃 对他的追杀 大卫没有祷告 没有寻求神 就投奔 加特王去了 但是他跑到敌人的阵营去 使问题变得更复杂 也只来更多的麻烦 他的灵性 一直的往下滑 现在我们看到 大卫头伴 腓立士人 是何等的错误 他离开神赐福的疆界 他进入不义的荒野 腓立士是一个偶像伶俐的地方 异教的祭司 在这里频繁地进出 在这里大卫的心灵 受到污掌 大卫的信心摇动 他与神没有亲密的交通 在这段时间里 他没有写过一篇 祷告的诗篇 他没有写下 思念神的话语 他属灵的经历 完全是空白的 弟兄姐妹 盼望你在做选职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贪图 眼前的舒服跟安逸 我们要问 这个选择 是使我更亲近神 还是更远离神呢 是使我阴情服事神 还是懒惰代谢呢 是使我心里活着 还是变得不冷不治 是使我更明白 真理丰盛的生命 还是变得可怜 贫穷 瞎眼 有名无实 盼望大家思想大卫错误的选择 思想罗得错误的选择 也从中学习功课 免得遭惨动的失败 你问大卫投奔菲利士人的 以之后结局逐何 回答他开始 撒谎 欺骗 过流氓的生活 直到神的管教来到 但神的管教 不是要将大卫置于死地 乃是叫他认识 离开神的可怕结局 你问神有没有拯救大卫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在神实行拯救之前 大卫走到了绝境 最后神因自己的信实 还是怜悯他 帮助他把他带回来 弟兄姐妹 因为今天要守主的圣餐 我跟大家思想圣经的话 到这里 不过要讲在生活上的两个应用 第一 在压力的底下 不能妥协 你虽然走到力量限度的边缘 你发现不能够说服对方 你不能改变环境 你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你要持守对神的信心 要思念圣经的应许 你要知道 信心一摇动 就想找洁净 妥协的意念 在脑后散过 试探 就在你眼前出现 立刻 魔鬼立刻就来帮助你 魔鬼说 何必愿望这么大的气力 走真理的载路呢 走世界的匡路 多方便啊 你如果贪图一时的安逸 就会接受魔鬼所献给你的策略 而且会越跌越深 折到深坑的底部 第二个应用就是 不要把任何人当作偶像 大卫失败的经历 可能叫你震撼 因为大卫一直是你非常敬重的人 你佩服他的胆量与勇气 你羡慕他对神的信心 但今天你读这个历史 心里震惊 你说 谁比大卫更有信心呢 谁比他更有智慧与挡量呢 他竟然转座 跌倒并且跌得如此的惨重 弟兄姐妹 大卫也是人 圣经叫我们不可仰望人 却要仰望神 历代最伟大的人物 都会跌倒 都会失败 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劝劝大家 我们要劝劝大家 当当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 他永远不叫你失望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这终于今天的信息 我们要劝劝大家 我们要劝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谁是个需要的救助 先请赐福我 我来救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是个需要主 无人能够 由族与我同处 胜利用功 Zither Harp 我有你 我需要你 于是个需要你 Zither Harp 救助 先请赐福我 我来救你 我来救你 我愿神之主旋 向我显明 Zither Harp 愿你保回你 于我完成 Zither Harp 我有你 我需要你 于是个需要你 救助 先请赐福我 我来救你 求助 先请赐福我 我来救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Now may the loving kindness of God the Father Women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And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may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 都与弟兄姐妹同在 Be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ry day 每 moment 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 Until the day Jesus Christ return back for us May the Lord hold your hand 每一天与你同行 Walk alongside with you daily 安慰你 May the Lord comfort you 保护你 May the Lord protect you 赐你平安 And give you His peace 给你力量 智慧和支援 And give you the strength The wisdom and the resource 来为主而活 To live a life for God 在生活中活出见证 And to live a life of good testimony 接出圣灵的果子 And to bear the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来献给爱我们的基督 To present to Jesus Christ whom love us 主必与你同在 And the law shall be with you 直到世界的末了 Until the end of the earth 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 That is the day Jesus Christ return back for us And now may glory to the Triune God in heaven And now may glory to the Triune God in heaven Glory to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God the Holy Spirit And on earth peace be unto everyone here today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We bless in Jesus Christ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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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願上帝赐福給您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空中再會